六四事件25周年 虽然中共禁止中国社会哀悼 禁止议论 不过在海内外的六四见证者 发起了重回天安门的运动 他们呼吁民众在6月4日当天 身穿黑衣现身天安门 在中共远景强力的盘查下 还是有网友顺利穿着黑衣服到广场 进行屋檐抗议 6月4日 天安门广场气氛紧张 很多民众试图进入广场都被阻拦 不过大陆网友黄斌 当天下午还是身着身色衣服 成功出现在广场上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穿黑衣服去天安门 重回天安门运动的中国大陆发起人 北京知名维权人士胡佳 因为长期被转禁在家中 无法前往天安门 只能点蜡烛纪念 有消息说 4号当天至少有600多名公民 在天安门附近被抓 胡佳表示 有那么多的网友 勇敢地走上天安门广场 在这一次活动中 公民们是胜利了 新潮人记者 天静舒惨采访报道